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经营新闻的民调数字呢 也是从整个民调数字做出现了一些变化 这个数字变化里头可以看得出来 目前是30.5比28.7 也就是说就赖销配是30.5 侯兆配28.7 所以看起来差距在两个百分比内 那包括了美女早电子报 我们先看一下趋势好了 以这个静新闻的趋势来讲 显然在24号25号之间 突然在侯友宜的阵营 有了一个比较大幅度的往上攀升 才会从本来的20.7升到了28.7 那是代表副手效应还是任何的原因 那后面还有其他的调查题目 但我们就不细谈了 但目前如果以静新闻的趋势是如此 再来看一下美丽岛电子报 最新的数字也是31.9比30.0 只差了1.9个误差范围百分比之内 然后柯文哲的这个搭档26.0 那加上今天中时的调查里头 赖销配也是28.3 跟侯康配28.2 差距只有0.1 那所谓的柯营配是24.3 这趋势有这么快这么大的变化吗 怎么看 怎么看 就倒吃甘蔗越来越好 我想说团结以及一切底定 其实是最有意义的 就像之前其实很多人讲 就是跟柯主席 不管合或不合 其实只要确定下来就是什么都好 只要确定下来就一切都好 那所以我想这个就是 确定下来让所有人吃一颗定心丸 大家就可以一起拼了 当然这些数字还有在观察 因为本来在比方说新台湾民进行会 今天也会公布另外一份民调 但是我发现台湾民进行会的公布的民调 大部分都是在24号之前 就是说正式的组合 或者是蓝白和这件事情还没有破局的时候 当时呈现胶着嘛 这个民调数字呈现的完全是不一样的 24号正式登记之后 本周陆续出炉的民调就可以观察一下 这个各家民调里面 所显示候选人呈现的这个支持度如何的变化 那其实从六日 这段时间一些观察 在以候选人行程来讲 产生了一些分水岭 那当然吴宗宪他所代表的是什么 被说是侯友宜的嫡系子弟兵 外面有人这么说 但是我们自己是 侯市长他有说过 他说没有什么侯家军 其实只有国家军 大家就是为这个国家在努力 那因为您本身现在是法治局局长 其实今天好多朋友很早就进来了 就在问说 那您呢 这个目前是以辞职 要你辞职吗 你是以请假的状态 目前是以请假 跟市长一样请假 是 然后到时候如果不分区的话 自然整个团队的更换再说了 因为不分区他是如果有当选的话 是2月1号报到 那当然我们就会在2月1号前的 一个适当的时机点会请迟 那在这个之前就是把没 就是我个性在每一个工作 就是把那工作把它做好 那以前我在当检察官 也是做到最后一天晚上 都已经到凌晨了 然后早上8点到市府报到 我就在地检署做到凌晨 然后我还怕被关在地检署里面出不来 我还跟正风市说 帮我把我的那个感应卡 延后六个小时 免得我被锁在地检署出不去 那事实上我就是在办公室里面 把一些案子该处理的 我也把它处理好 可是我个性是这样 就严格来讲啊 你是比侯友宜还要稳 没有啦 我的意思是说 因为不分区排第六名 就一定笃定会当选安全名单内嘛 那但是侯市长跟这个赵康先生 组合还要在拼嘛 那尤其是再也接下来兄弟登山 各自努力 这个兄弟是不要互相攻击的理论上 大家各自努力 这样虽然没办法合作了 但不管是立委或其他的议题的合作 总是还是必须的 那先看看 因为您会出现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是您过去是检察官的身份 而且办过的案子 要不先跟大家讲一下 介绍一下 然后再来谈谈 为什么有这个特征组 这个也是韩国瑜当年的政见之一 怎么样落实 有关这部分 就是当然 我自己当检察官 快20年了 那里面有11年是 在素滩黑金组 所以对于办一些 素滩案件会比较有 比较有点概念 那当然说过去曾经办过什么案子 其实办过 我们每个检察官都办很多案件 那 因为我最近看到有一些人在讨论我以前的案子 花妈嘴啊 类似像这些 像八千城报 有一些人开始在讨论这个 因为他们可能就是网络上面google到一些以前我办的案件的 的那个 一些记录 那当然我自己的案件 如果回过头去看 其实我在蓝营执政的时候 我办过不少蓝营高层 绿营执政的时候 我也办过不少绿营的高层 来举个例子吧 好吧 那就是已经有人在讨论的 就是比如蓝营执政时代 我那时候就是办那个 那个刘正宏 刘正时他们 那时候刘家他们其实势力还蛮大 所以当然办的时候 有我们办的时候的一些压力 比如说电视啊 名嘴 每人都都会讨论嘛 那他们当时就是在阳明山搞一个那七七行广 我不知道那个前修有没有印象 那他当然又扯到远雄集团啊 又扯到那个国有财产署啊 那时候其实起诉蛮多人的 包括国有财产署以前的主管 那时候叫做国有财产局的前局长什么 我都把他起诉 那绿营执政的时代 我前阵子他们在谈的 就是办郑文燦任内的第一个B案 那当时的郑文燦他是 大家都说他是小英接班人 要去接总统 那我觉得对我检察官 我当时是检察官 我是检察官的时候 我不会去管 你是不是执政者的什么人 那我也觉得 全国人民应该都有那种观念 你一定不会希望 你的国家的检察官 在办案的时候还去思考 我办的这个人他背后是什么人 我办了他以后我会不会遭殃 能能升官 还是会倒霉 如果我们国家检察官 都是这种想法在做事情 那这个国家一定会越来越衰败 那我自己以前在办案的时候 我是没有去管这些 反正是什么工作 就是把什么工作做好 那现在来这边的话 那当然来这边 譬如说不分区好 他是属于国民党 国民党推荐的 那当然我们就会 必须做角色的更换 那在以前当检察官的时候 就不能够有任何政治的颜色在里面 你在当检察官的时候 有曾经受过任何政治的压力吗 呃 诚实来说 因为像现在大家对于司法独立的信任度 非常的低 尤其是在检方 只是必须诚实来说 因为检方在侦办上 当然还有院方层层的去 去在做不同的层次的审查 但是在检方的时候 现在被信任度越来越低了 呃 应该这么说 就是说 呃 大部分的 百分之九十九的案子 都不会有任何人来 跟你 跟你有一些 那个 那当然有某些案子 他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 作为出来 反常态的作为 好 那反常态的作为 他也不敢明目张胆到 命令你不准怎么做 这个时代大概不敢 因为如果他这样做 我们就出来爆料 我就拿了检察官只会跟你拼了 这个也可以 现在人有很多人有这种想法 所以也才会有 呃 类似像之前有检察长被基层检察官爆料 他官说 其实现在检察官自主性是蛮高的 那当然啦 就是你在执行职务的时候 上级他会不会有一点点一些 奇怪的动作 我必须讲一句话 必须跟现在的法务部的各位长官报告 就是说 检察官不会不懂你在干什么 嗯 就是你今天你做了一个事情 或检察长他突然交代了一件事 这东西合不合常规 我们不会不懂 比如说 以前都是 检察长 哎 就比如报一个案子进来 哎 香月丢给主任 主任再去找一个检察官来接这个案子 以前都这么做 为什么这件突然变成检察长交代 指定 某一个特定检察官 嗯 这种反常的东西同人都会讨论 只是 检察长他听不到 他以为我们不清楚 但同人之间都会讨论 哎 为什么会这样 但以你检察官的资历跟生涯 你认为现在的这个 呃 检方的起诉的过程里头 或者是现在所侦办的方式里头 是不是国家机器真的 介入太深吗 哎 这个我 因为我 我比较 因为怎么讲 侦查案件 我没有办法看到 里面 但是我确实在这段时间 有看到几份起诉书 我是觉得有一点 有一点奇怪 但是因为 现在这案子都还在审理中 我就不方便表达什么 但是确实这段时间有 有 有 因为他们 有时候会 呃 有一些人会跟我 就是起诉之后 他们引券 然后 然后跟我讨论一下想法 那我说去看卷 看一看 我会觉得 哎 这个东西在搞什么 这样 因为 但是我必须讲啦 就是 绝大多数 几乎 几乎啦 到 绝大多数的 法官假官 不会受政治力的干涉 但是会不会有少数 怎么样 我相信全世界 一定都会有 相同的状况 就是有少部分 会被影响 连许去里面 都是这种人生观 不是吗 哈哈哈哈 这 这个 好说吗 你现在已经要开始 政治身份了 所以你可能 我 还是有 那个 对 对 就是说 当然我们现在就是 往这个方向去走 但是我个性还是比较是 就是 是就是 是不是 就是不是 比较傻 我跟我爸一样 我爸也是这样子 你爸也是讲官吗 我爸是律师 但是他 我就觉得他一辈子 就是因为他的个性 其实蛮辛苦 但是他就 他跟我讲就是 是就是是不是就不是 你叫我把不是的事情 说成是 我这个有时候说不下去 我也是 我们支持 就是有是非的 这个政治人 即使我今天 我今天在 那个 国民党部分区好了 假设国民党有一个人 做坏事 你叫我 把他说成是对的 我真的说不下去 你可以 我可以请假 我可以请病 假不来 但我真的没有办法 把黑的说成白 所以 比如说那时候 林志坚的论文 这么多人这样 其实我是觉得 不可思议 我那时候 硬着头皮硬凹 去全党挺一人的时候 那时候我觉得不可思议 因为 即使他是我弟弟好了 我有双胞胎弟弟 其实我弟干的这个事 你像我说这样是对的 我真的说不下去 我只会说 我真的没办法 对 所以像这是 主要的证件之一 像昨天 会有余就喊出来说 哎呀 就 没有人可以比我更能够 什么扫黑 还是 这个 素贪 就是所谓的特征组 要成立的这个证件 显然 这个证件 蛮重要的一个议题 就是要把一些 弊案给揪出来 就是民养执政 七年多以来 的确有很多的议题 是让大家觉得很疑惑的 不明白的 但是因为 没有司法的武器在手上 是根本没有办法 去进行侦查 例如金流 很多案子去检举完了之后 就迟迟没有结果 那或者是说 像王宏会 只不过很简单的 去勘验一下 郑文燦的影片 到底是不是他本人 这个都没有办法 有结果 已经一个多月了 所以特征组 会是怎么样的角色 跟发挥 我想 你在当中 也会扮演 很重要的角色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刚刚有一位 一开始 节目还没来 就等内我们的朋友 哎 派大星 谢谢你 我们的老朋友了 两大报的电子报 一夜之间风格批评 科市长力度之大 扶招之身 令人炸舌之好 更加用力支持科市长 谢谢 我相信你是支持科市长的朋友 那我一样 我不管是之前 还是现在 我仍然觉得 在业党不需要互批 好不好 我风格还是会一样 那要贴我标签的人 就不好意思 我就是还是一样 所以贴了也没用 谢谢大家 但谢谢 来帮我充流量的朋友 好 所以民调数字 我真的是昨天睡眠不足 而且残剧发生 刚刚带小狗去看医生 对 我想说要不要带去看一下 跟大家讲一个残剧 昨天半夜起床 不小心踩到我们家的狗狗拉肚子 然后清了大半天 大半夜 然后他又好可怜 而且今天早上还吐了一口 就很紧张 想说怎么办 要吴宗憲自己主持吗 自己自问自答 真的 欢迎回来 赵新网 千秋万事 我是浅秋 今天邀请 县哥如果来了的话 又要暴动了 但这次的吴宗憲 是同名同姓的 这个之前前讲察官 现在是新北市的法治局局长 同时也是不分区 第六名的国民党的 不分区提名人 是 哇 这第二节了 感觉也是 淡薄啊 腼腆腼腆 古嘴古嘴 的确还不是政治人物的 习惯的那个氛围 但检察官转到行政体系 本身就有一些适应 一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那更何况 现在还可能变成一个民意代表 那会有很大的差别 但其中特征组会是会有一非常非常重要的证件 而你检察官出身的 我们看到另外一位检察官在新竹的副市长 后来 蔡立青 后来也不知道是垂土不服还是发生什么事情 但总之你来讲 希望接下来如果特征组这个证件交到你手上 你会怎么做 我先想提一个 就是说 其实特征组并不是用不同的司法制度 所以之前那个 我们的兄弟柯主席 我们说兄弟登山 柯主席 他说 他反对特征组 但柯主席也想要打逼案 但他说反对特征组 其实这边柯主席可能有点小误会 他说不应该 在台湾有两套不同的司法制度 所以他反对特征 但我必须跟大家报告跟柯主席报告 就是说 其实特征组用的诉讼体制 跟一般一模一样 所以这个不是 就可能大家有一点弄错 特征组他存在只是说 因为现在的检察官其实非常的辛苦 像我以前 我最后一站是在桃园 我从桃园辞职的 桃园的检察官每个月收的新案是一百多件 那小地检譬如说宜蘭也有六七十件 那有的地方一百多是很平常 那一个检察官如果一个月收一百多件案子 那每一个案子还要 月券开庭 结案写书类 那请问一下 你会有办法期待这个检察官去 再办一个比较正常动摇国本的案件 我这感受很深 每次连续剧 不是很多检察官的那种连续剧里面 他可以为了个案子 追了几千几页 甚至一个月 我看起来很长 他好像没有别的事干 都在追同个案子 在海外那是不可能 不符合现实 不可能 他很快就会被评为不良好 然后很快就会被 就是那个 那个年终奖金都拿不到 这个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所以说特征组的设计是这样 当然有很多国家 后来特征组都把它废掉 但是我觉得 制度是 因地制宜 没有理由说 日本以前有 美国以前有 韩国以前有 现在没有说我们也不能有 其实没有这种事情 只要这块土地需要特征组的存在 其实他就有存在的必要 所以他特别在哪里 他是一个 可以有一个 特别的管辖权 去做侦查的动作 如果我们依照以前的特征组的制度 他其实就在最高点 他是总长在管理 那他不收其他的案件 因为大部分的检察官法官 每天都要收非常多的烂书 烂书案件 还有非常多的外勤 厌尸 解剖 像选举到了 又要去查查会选 每天都在忙非常多的杂事 那特征组其实就是把一些 办案能力强的检察官 我们把它集中在一起 由他们去办真正非常大的案件 社会瞩目案件 其实这就是有一点类似 像譬如说 譬如说钱小姐 你开一间公司 那间公司 今天可能接到某一个 Google的大单 我们跟他拼了 我们一定要强下这个单 我们一定要把它达成 这时候你可能就会把 三五个比较强的同仁 组合一个组 你们就专办这个 你们就不要去管那些 十万二十万的标案 其实只是这个差别而已 接下来他所适用的法律 一模一样 你也不用担心 特征组存在 会不会不受监督 没有那种事情 因为你起诉之后 还有一审二审三审 还会受到省级制度的保障 所以不是说特征组起诉 就定罪 不是这样子 所以有一些人说 特征组在最高检 就没有得监督 其实不是这样 这个是大错特错 只是让他能够专心的办案 再来就是说 实物上面 一些动用国本的案子 他其实背后牵扯都非常广 那所以 你让他在最高检 一个好处就是 他不用像地检 因为地检检察长 他可能还要升迁 还要什么 他会不会不敢办 会不会 在某个检察官办案的时候 他给你一些 把你的人手抽走 一些行政上面的阻挠 放拐石 蛮容易的 对他比较不用这样 就比较不 这个几率就会低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一直认为 特征组存在的必要 那再来我们从实证的角度去看 以前特征组还存在的时候 是不是我们办出很多 比如说拉法业 林毅斯案 这种案子 我们一个一个都出来 但是 像陈水扁案 像 但是呢 真的是动摇国本的大案 一般的检察体系 不可能办出来 绝对不可能 我自己非常的清楚 好 那这个之后 特征组解散之后 请问一下 这些年我们办出什么 这就是实证可以证明 我们这个国家还是需要特征组的存在 好 那 为什么 侯市长一直说 成立新的特征组 那我的说法叫做 你也一样啊 就是 不叫做重启特征组 叫做 重新设立特征组 就是因为 旧的制度 我们不用百分之百去模仿 旧的制度 可能会 会不会导致一些 政治力的介入 到最后变成特征组 是 政政用的工具 是 我们新的制度的设计 一定要避免这个存在 不能变成东厂 对 就类 甚至可以类似像美国 他起诉川普的那些 特别检查官制度一样 呃 我们设计好这个制度 不让 外力介入 这个 包括执政党 当然 其实 有一个东西 我跟各位报 我跟 侯市长曾经 谈过一个 理念 我跟他说 如果有一天你执政 我拜托你一件事情 NCC 或司法这种 东西 你绝对要给他 让他独立 你手不要伸进去 我跟他说为什么 我说因为 只有这些独立单位的存在 执政党才不会歪掉 你今天如果希望 国民党能够长期执政 或民进党希望 民进党能够长期执政 他不应该 最不应该做的 就是把手去摧毁 独立机关 现况已经被摧毁了 是 至少那个信任度 是 那你看 摧毁独立机关之后 你们党里面的人 有一些乱搞的 没有人抓他 到最后 其实是短多长空 所以很快的 你的整个党就烈化掉 那如果你让 这些独立机关存在 他帮你把你党里面 坏分子 一个一个抓走 那不是很好吗 那你的党反而可以 长久的执政下去 新加坡就是一个例子 新加坡的司法 非常的 非常受人民信任 他也不会去管你 是不是执政 然后就直接抓 这样子你反而 一党 然后继续的执政 其实做的很棒嘛 日本也是类似这样 我希望说 我们应该要 我们应该要 更文明的前进 让这些独立机关 能够就是独立 完全 绝对不能为执政党 服务 那市长其实是 非常认同我们这种 我那时候跟他讲的 就是 独立机关 就是要让他独立 那我觉得司法 一定要让他独立 行政的人 不应该所申请 只能到司法里面去 如果说 你真的有机会来规划 从 甚至设立 这个特征组的过程当中 参与的话 您觉得最有可能 台湾现在最需要 有哪些 案子 或是可能的方向 需要努力的来 想办法让真相 公开在民众的眼前 如果从特征组的角度去看 我觉得 吞吐当然 他主要是针对的是 立委或部会首长 以上的那种犯罪 那种才是大型犯罪 那如果针对 比较 如果我们要聚焦 在哪一类型的案件 我真的觉得 对于 人命有关的 比如说 疫苗 疫苗采购 当年的口罩快筛 或者是跟民生 有重大的关系的鸡蛋 像这种 尤其是 你连 人命你可以不顾 然后去捞钱 这个跟你单纯的贪污 这个 恶性差距太大 虽然他法条 适用是同一条 但是 你的犯罪的动机 其实是极端的可恶 因为 我遇过非常多的贪官 我起诉过非常多的贪官 但是大部分都是 他贪的那个钱 不会造成人命的损伤 但是我觉得 疫苗采购 或者是 口罩采购 如果里面有弊案 而我们导致 人民的死亡 一条人命 我觉得都不应该 没错 这个都应该要 谋重处理 那当然 接下来就是一些 大型的采购 比如说像武器的采购 里面是不是有弊案 好 那就像之前 那个什么 列了一件 还是什么 人都跑光光了 那你是不是应该查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林军锋案都还 无法水落实处 那比如说像 最近有 大家在讨论的 前奸案 虽然我不知道案情怎么样 前奸案的状况也是 你的预算编例 为什么是一次要编组 为什么不是像以前 一样逐年编 为什么这么样 跟以前不同 你总是要 说服我们 那这个国家 有这么多奇奇怪怪的案子 的时候 其实给人民交代 就是政府的责任 现在目前的政府都说 那个是秘密啊 那个是机密啊 不能公开啊 一般的 不管委员或是民意代表 去监督 是无法监督的时候 特征组 才有办法做 我跟以前有报道一个东西 我自己当检察官的时候 其实我们看那个被告讲话 他讲几句 你就知道他讲真假 因为这种职业的能力 当一个人进来 整天跟你歪来歪去 扭来扭去 其实我们大概就七八成 但有的人进来 他直接跟你说 我接受测谎 我什么全部提供给你查 检察官你赶快还我清白 我们这种大概就知道 他大概讲的话 可能信心度比较高 所以当一个人告诉我 这个也要封存 那个也不能看 我就觉得你在干什么 我上次在另外一个节目 我曾经有讲过 我说其实 以疫苗采购来说好了 全台湾最希望 疫苗采购案 水落石出了是谁 我个人认为是陈时中 因为我被这个案子 大家都认为我在高贵 然后我又说我没有 那这时候我最希望 你们赶快查清楚 还我清白 全台湾人民劝我个道歉 而不是像现在的反应这样 通通都是秘密 就是说 我也有被人家误会过一些事情 那误会的时候 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 拍谁 你查清楚 你要知道我什么 我全部都开给你看 不要在后面 在那边给我讲一些有的没有的 所以当今天 这个政府如果遇到很多事情 当人民都已经觉得怪了 而且这个觉得奇怪的人民 是六七成以上的时候 其实把事情 厘清或是交给这些人民 能够信任的某几个特定人进来 把事情看清楚 同时让机密能够继续保密下去 同时让事情能水落石出 这不是一个很简单 处理事情的方法吗 但是选择不这么做 它背后是什么原因 我们我希望将来 我们能够把这些事情 一个个挖出来 因为我一直认为 给人民心理安定 跟给人民一个交代 这是执政者应该的做的事 这是执政者的责任 他的义务 因为所以几个所要的药物 包括了 疫苗采购 口罩 然后甚至 快筛 因为 武器采购 不可思议 连这个都没有办法公开 然后武器采购 那当然这又是最大的国家机密 潜见 国造潜见 这个连 一般 现在还在进入 是什么 诉讼程序 在高减 现在还在调查 那我们如果不讲这个 你看之前那个列了一件 那个人跑光了 都通气中了 那这个东西 你要不要去弄清楚 当初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不能让几百亿 几千亿 就这样子没有 你像公务员好了 你说 公务员 这个退休金太高 我们要怎么样 一年国家省没有多少钱 但是你随便一个 乱七八糟的采购 你让国家赔的钱是很惊人的 然后你整天跟我们说 这边钱不够 那边钱不够 那结果你乱花一堆钱 其实我 我其实这 这二十年 我看一下 我觉得 台湾已经有二三十年 没有真正大型的公共建设 没有像你看 以前有什么 十大建设 机场 或什么 现在很多东西 它的规划都是 三十年以前 比如说 三号高速公路 比如说雪顺 那为什么这些年来 没有那种大型的公共建设 你都跟我挨没有钱 或者是每次政策一提出来 就是都 那个政坛逗一逗又没有 其实对国家都不是好事 那我们是希望说 特征组的存在 我们把一些逼案 把该打的打 至少让 我没有办法改变过去 用在该用的地方 我没有办法改变过去 但是 我希望这些人的存在 让未来的公务员 包括国民党执政以后的 这些公务员 你们心里就要 有一个警戒在 我随时随地 你如果乱搞 管你哪一党 该办就办 好 管你到什么职务 你到总统副总统 就算你是国民党籍 你恶搞 你对不起人民 特征组该办就办 这很重要 而且也让所有的公务人放心 因为现在是因为 公务文官体系被破坏了 以至于让他们 政党轮替当中 连好好的说话 做事都有疑虑 都会担心 因为政党轮替而影响 理论上是 铁打了衙门流水的关 现在文官连做事 都战战兢兢 这是不应该的 包括检调系统一样 有 因为我跟他们都很熟 常常会有一些抱怨 还是听得到 毕竟我自己 以前是跑司法检调 朋友蛮多的 所以我完全清楚 现在的状况 让大家都 惶惶不安 刚刚有朋友问到 我自己本来也想问 那请问 那个蔡英文论文案 有办法吗 这个 你如果以人命为优先 不是这样 就是说 因为他这个论文案 他涉及是什么法律 他是个政治问题 还是法律问题 如果法律问题 他会不会已经过了 追溯权失效 那如果已经过了 追溯权失效 你就不应该动用 司法去调查 除非我们发现 他这个东西 他的犯罪 还在追溯权失效范围内 我们在启动司法 超过的话 我个人认为 不应该因为个案去改变 也不能因为 他是蔡英文 有人讨厌他 我们就办他 司法不能这样乱用 我喜欢你 但是你犯罪 司法还是应该要办你 我讨厌你 但是你没有构成犯罪 我不能用司法弄你 我觉得这是 读书人要有读书人的风骨 不能跟着干坏事 这也是司法本来 所谓皇后的征钞 基本的原则 但现在都乱了套 像就有Benson 我们的朋友 直接都内我们问 请问献哥会开启 蔡英文的教师档案吗 政大不公开那一份 所以我就说 这个我们还是要看 是不是在 那个追溯权 失效范围内 如果是 那我们才启动司法 那如果不是 已经过了追溯权失效 你启动是没有意义的 他程序上面 就不应该让他启动 目前在国外 都还在司法诉讼程序里 当然是在实效 而且所谓的论文真假 应该也没有说 本来十年查 跟三十年 四十年查会不一样 他真的就真的假 这是假的 对 这个可能就 因为案情 我不是很了解 对你来讲 当然有优先 优先顺序 觉得跟民众的人命 性命攸关的 如果说真的连人命 都敢拿来用 这个自己的私利 影响了人命的 这样这么多人的 丧命 丧生的话 这个绝对是第一优先 必须要办 是 我认为 所以 我们这台办案子的时候 如果说 你对 譬如说像南投好了 南投常有土石流 结果你那个 薄油给人家 铺的 那个 薄油量不够 或什么 这种会造成 人命损失重 其实我在办的时候 我都不手软 我一定 出手狠狠 因为跟人命有关的东西 不能这样子玩 因为 一条人命损失 都是不应该 我个人是个个性 对啊 我们负薪水的政府 没有保护我们 帮我们谋权力 也就算了 还谋财害民的话 那不是天理难容吗 是 所以 司法改革 其实我们听了好多年 我从我小时候 跑司法的时候 大家就喊司法改革 蔡英文总有上任之后 第一天就说 我们要司法改革 然后国事会议等等的讨论 结果没几年 就留会了 就再也不开了 所谓的司法改革呢 反而成了一些人升官的捷径 改革之后 司改会的一些人 通通进去当大官 对 那所以接下来 还要司法改革 因为司改越改 信任度越低嘛 所以这个就是错误的改 其实我一直觉得 司法改革 有一个很核心的问题 但这个东西 没有被大家讲进去 其实你们有没有去思考过 司法官的工作量 是不是过量了 是啊 你像他 他那种工作量 你要叫他有 有裁判品质出来 那个可能性是零 而且压案时间 就是总是 司法改革通常是要求实现 不能拖太久 但他就会变成 他只好随便办一办 那因为 我们的检察官法官有限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去思考 我们诉讼制度 发生了什么问题 像有一些国家 他们会把一些案件设门槛 像我以前在办案好了 非常多那种 五块钱也来告 告毁损 告诈期 这种案子要帮他进法院 你整个审完之后 做起诉或不起诉 你可能已经花十万块钱 当这个资源有限的情况下 其实我们应该要做 最有效率的应用 这实在是分配的正义 所以 我们应该去思考 要不要让所有的案子 包括滥诉案 都要由检察官法官来处理 我们要去思考这个点 我们应该让法官检察官 他领这么高的薪水 他应该要去办 真正对国家 对人民有意义的案件 所以 我觉得这个 这个才是司法改革的一个根本 当你降到一个 那个 合理的工作量的时候 我们就要严格要求你 裁判品质要出来 现在检察官 你说一个月一百件好了 一百多件案子 你一天收三四件 就像我刚说的 你要开庭月券 你要写书类 每个人都在加班 像我以前当检察官 那时候还没有案子 这三年案件报征 那三年之前 还没有这么夸张报征 那时候大概八九十件的时候 我每天也都要做到晚上十一二点 六日至少有一天要去做 你不会有家庭生活 身体搞坏了一大堆 所以 你这样子做 对还是不对 所以到最后 大家为了要求生存 我还是想活下来 我不想这么快就进医院 他就只好从品质上面去 降低品质 或者是请调到什么民事庭啊等等 我听到的很多人就 就想办法转换跑道 是 那这样的结果就是造成人民受害 所以不要以为说 降低思考官的工作量是为了思考官讲话 其实不是 他其实到最后倒霉的还是人民 所以你必须要 这个制度要去思考的是这个点 而不是华仲取宠 在那边开那个 好像几个月的施改会议 就改了乱七八八 把树荣制度改了 现在完全不合逻辑 然后民众信任度越来越低 我觉得那个是骗人 我个人对于上一次施改的评价 我真的觉得不是很高 陪审团是就不是已经要上路了 对我没有国民法官制度 就是类似国外的陪审团了 那这个制度他 就是看看吗 看看之后运作一段时间之后的结果 但是我知道就是当时基层的 法官检察官律师其实是没有那么认同 因为毕竟我们国家的制度 不像印美法 印美法案有陪审团 但是他是 他们不是成文法国家 他们是判例的 是才判例的 我们是成文法国家 那这样子试用上面 会不会有一些衔接上的问题 然后还有就是国民法官 他的决定权有多大 那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负面 可能这几年还是要观察 所以像刚刚现在有朋友说 扁案好了 扁案是当时定生特征组 当年办出来的大案子 那现在要特赦 这个有些人主张特赦 那你司法官系统的朋友会怎么看 因为我是对这个 我是没有思考过 但是我知道很多国家总统 因为他们为了国家 后来都是走特赦 比如说韩国 韩国就是个例子 韩国每一任总统 卸任几乎都被抓都被关 然后后来一段时间之后就特赦 这好像他们的做法 那这个在台湾适不适用 人民能不能接受 我觉得这是可以讨论的 那你把一个总统一直关在里面 这样好不好 这是一个问题 这是对国家好不好 但是他做了那么多坏事 要不要负责 你又让他不用负责 这个说真的我也听不下去 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可以研究 我心中也没有一个定论出来 你说的好 好我们休息一下 大家觉得如何呢 可以在线上跟我们表达意见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什么时候邀请韩院长谈谈立法院的未来 我有邀请了 其实我现在很多朋友都会媒体朋友来问我说 韩先生怎样 我说我现在跟你们一样好吗 我现在是媒体同业 所以已经邀请了 看他什么时候有空来 还有派大新第二个留言 谢谢吴局长对侯市长尊尊教诲 要他手别乱身 可是他是帮赵先生敲黑道 啊真的吗 过去啦 那个抓 那个绑架是尖讲是这个嘛 然后 我说Chim Hugh222说 浅秋姐 你跟韩总比较有机会接触 能否请韩总正式在脸书声明 跟那些挺韩直播主 切割一些大牌韩粉直播主 嘴里支持韩总不分区 偷渡总统支持柯文哲 还有某些直播主说 韩总不能没有做官会 饿死这什么话 等等 我知道你们替他很不平劳 不过我相信他都会尊重大家 可能也没有办法 非要去要求别人做什么 但他的立场很清楚 大家看得到了 谢谢 杜新宇 一定要成立特征组 吴立伟加油 派大新 气候宝科 如果失败了 这段节目可以学阿琪吗 阿琪图新闻 卖药唱歌了 恭喜侯市长 停着胸膛倒下去 郭文雄不用离开台湾 笑着笑着就哭了 谢谢王小姐 浅秋 跟你一起轻松聊新闻 欢迎回来 中央新闻 千秋万事 我是浅秋 今天邀请吴宗宪 也就是未来立委了 因为已经是不分区第六名 在国民党内的安全名单 当大家在看 这个所谓的特征组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关键 真的很重要 就在于说 不应该有任何的政党 可以升进去 国家机器是拿来秉公处理的 尤其是特征组 当然是为了重大的案件 可以专心侦办来办的 所以未来 当然很期待 这样的单位出现 可以让我们这段时间以来 民众疑惑太多了 我只是有个小小的问题 这么小的问题而已 请问 如果要见识这个影片里面的人 是不是本人 通常调查局或相关单位 见识需要花多少时间 当然你专案去见识 速度是很快 对 那就是看你有没有心去见识 对 那 我认为在技术上面 不会是问题 因为我讲 讲的当然就是郑文灿 是不是郑文灿 疑似郑文灿 跟一个女子 走进饭店房间 好几段影片 那那个画面 大家看起来都觉得很像 但是当事人 在隔了一天之后 回应说 那个不是他本人 那所以被送去见识了 我可以说如果今天 假如是我会怎么做吗 今天是我的话 我会出钱 赶快帮我送见识 因为那个不是我 赶快还我一个钱 要是我会怎么做 这是我的个性 那显然 你又回到你本来那个逻辑 表示是怪怪的 为什么当事人说 是假的 但是却不急着 甚至教材局 拖了一个多月之后 还没有结论 然后说已经交给警方 虽然从法律上 诉讼支付上面来说 被告没有自证无罪的义务 但是我觉得从人性上面来说 我就说嘛 我以前也被误会过 那我当时我的态度就是 我全部让你们查 让你们看 不要拿俄语 然后来否定我们怎么样 或来说我们怎么样 我的个性是这样 当然在诉讼上面是没有啦 就是被告 你没有自证无罪啦 对 因为理论上这种画面要勘验 两三天一定很快就可以结束了 他当然他 你当专案来处理速度是很快啦 你不用说像一般要挂号进去慢慢排队 那当然他如果无法鉴定 那鉴定当会出具一个说 这个画质的问题或什么问题 无法鉴定 那这个时候这也是一个报告 那当事人当然可以说 我已经说不是我 我也送鉴定了 他是他告诉你 因为画质无法鉴定 请你们不要再讲我 这也是一个 我说以我自己的话 我会这么做啦 那这个人为什么这样 然后为什么王鸿威 宋剑都查不出来 验不出来 最有可能的理由是什么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因为这个东西很慎重 这个东西很慎重 所以我们 我比较不敢说去乱 跟一个人的名誉有关嘛 我们乱猜测 对当事人也不好 就是不合常理 就是说在以勘验证据这件事情来讲 没有那么难 应该是可以更快 而且应该会有结论才对 不至于到最后连是或不是 就你比方说无法辨识 也要能够说 无法辨识也是一个 这个都没有办法去出具结论 这个非常的怪异 好吧 那我们最后一点时间来谈几件事情 包括您当初20年检察官生涯 为什么会愿意转职成为一个政务官 当法制局局长 然后当时其实上一次可能听众朋友有听到人不多 那时候九点 我们在财经生活的时段曾经聊到过一点 那你要不要现在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当年从这个检察官愿意转任政务官 而政务官现在未来可能愿意转任为民意代表 是当中的转折 想法是什么 其实检察官转政务官就是当时也是一个冲动 其实我后来市长找我面谈的时候 我本来是想要跟他说不要好了 因为毕竟到政务官其实薪水少很多 自由度少很多 甚至A9我们办案的时候 我们不用被咨询 就来这里可能要被议员一直说我怎么样 所以当时本来是比较 但后来我觉得心里还是想说 换换环境 做一个不一样的事情 学不同的东西 当然另外还有一个 就是也是跟个性有关 我比较喜欢去学习不同新的东西 那检察官是就个案去处理 但是如果你做市府的公务员 其实你今天服务的对象是400多万人 新北市民400多万人 我感觉那个是整个是比较开阔的 所以后来我就答应了 那当然 当然我当时心里是想了 反正出来做个一两年不习惯 或怎么样 我再回认检察官就好 我当时想法这样说 好吧 那就答应来做 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 因为司法官用法要非常精确 没有任何空间 有违法就完 没有就没有 但是政务官他有个行政裁量权 我其实我蛮喜欢这种行政裁量权 行政裁量权其实他是蛮活泼 而且他可以很迅速的处理好 解决问题 对对 其实行政裁量权是不错的 而且会让你很有成就感 因为你的行政裁量权用的好 你会把一个死掉的案子变活 然后让人民都获利 那还有就是说 你好好的用司法 其实你给行政可以带来很多帮助 我觉得很快举个例子 就像那时候我们防疫在发 那个补偿金的时候 那时候民政局 那个公所人不敢发 因为他必须要确认这个人 没有收入啦 银行没有存款或是什么 有很多的条件 可是你在瞬间你没有办法去勾击这个是真或假 他们认为说 那我这样子发了 我是不是有土利罪 所以后来基层公务员不敢做 但是那时候因为疫情严重 很多人需要这个补偿金 就整个僵在那里 然后后来他们问我 我就说简单 我法治局来召开一个会议 这个会议 我们就有一个窃解书 这窃解书你给他勾 勾完之后 他只要说他符合这些条件 你就发给他 将来如果有什么问题 是将来他的法律责任 那我们开这个会议 会议记录 我们就发给所有的那个 那个区公所 法律责任就很厘清了 非常的清楚 你们做这个事 不会有法律责任 真的有事 我法治局会担 是因为是法治局 我们召开会议 找各区长跟很多人来开会 告诉你们这么做就可以 那你只要拿这个 不管你将来客观要件怎么样 你至少没有主观犯罪意图 因为是法治局告诉你可以这么做 那后来速度就很快 也就是说 其实你灵活的运用一些 对于法律的熟悉 其实你可以让行政非常的快 如果当时我们不介入的话 他继续僵在那里 一个礼拜两个礼拜 还是发不出去 因为谁敢担这个 土力罪这么重的罪 所以我觉得 这个就是一些法律上面运用 可以再让行政更有效率 所以你在担任了政务官之后 最大的心得 当然也看到了很多包袱 困难的地方 那心得最大的是什么 那为什么又愿意转任成为民意代表 我觉得转任成为民意代表 当然是希望 当然对于一些政策 我觉得你要推动 你还是要有一点地料 那当然如果说 以中央民意代表来说 他在法案的修正上面 可以提供很多意见 那我也是希望说 我可以提供一些修法的部分 一些法案 然后看该怎么样去调整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其实蛮认同 侯市长他说希望 这个重新设立特征组的 这个观念 查比案 对我觉得 这个东西对国家 是有绝对的帮助 我就说 以前发生的事情 我们把它厘清 但是更重要的 我希望将来的 20年30年40年 大家不敢这么做 这才是对人民 最大的 最大的好处 让一个人进去 关不是重点 而是让后面人知道 这么做不对 我不要这么做 把制度建立起来 是 这样子才能长治久安 我觉得我 希望我有的贡献是这样 而不是说 我想把谁 讨厌的抓进去关 这个都不是我的核心 不是说我要抓 什么 谁的 什么 浅间案 又跟谁有关 跟谁有关 我们把它抓去关 那个都不是我的重点 犯过错的人 那要关没错 但是重点是 成立一个好的制度 让国家能够继续 平平顺顺的走下去 这才是 才是合适 让有些人不敢 钻法律漏洞 甚至一手遮天 违法乱纪 让民众连到底蛋 是怎么回事 或连口罩 或疫苗怎么回事 都没有办法得到真相 是 好 所以最后两分钟时间了 你有特别想要补充吗 你本来不是说 你还想要讲 所谓的6%的事吗 没有啦 那个 那没关系啊 这个我想说 就不多提了 但是我提一个 那个 那个 柯主席说 国民党的不分区 什么都有标价嘛 这好像弄错了 因为我一毛钱都没有花 对啊 这可能有误会啦 我那天 我那天说 有人就传给我看说 柯主席上节目说 国民党不分区都有价嘛 人家问我说 你花多少钱吧 我说没有 我连保证金都是 租主席出的啊 我一毛都没拿 你说 这是34位 不分区的保证金 都是租主席处理的 对 所以 没有人花钱 去买这个位置 这个是 的确 国民党早期 曾经有这个现象 这我不清楚 以前我们 但是 我至少可以 没有这样 我们 每一个不分区的人 我后来看那些 那些名单嘛 其实我觉得 每个人都会有很好 都会有贡献啦 都会对这个国家 有贡献 我相信这个 这个名单 应该是 主席跟国民党 他们仔细思考 你选什么样的人 对这个国家 会有帮助 我觉得这是 他们展现出 他们对这个国家的 一个义务 跟一个责任啦 那你的目标性 很清楚 就是接下来 要在立法院 质询 你可以想象 你本来是从 检察官办案 然后问犯人 然后到 议会被质询 未来你要去 质询官员 是 对啊 然后有机会的话 推动一些人民 比较在意的案件 的修法 比如说 诈欺罪 毒品 或者枪炮 这种东西 现在人民 最在乎的东西 怎么去修到 让这些案子 发生的几率降低 让被告 他所犯罪的成本 提高 我想我将来 未来努力的方向 谢谢吴忠心局长 今天到我们节目上来 平安健康 拜拜 谢谢